大家回到我们的课程 我们继续讲解我们这个程序就是这个激活函数的程序 然后呢 这里我们来创建各个激活函数的图像 首先呢 我给它比如说 plt.subplot 221就是我建一个 因为我是有四个这个图像 然后表示四个那个激活函数的图像 然后所以是2212 前面两个2就是说是二行二列 然后1就是说是第一个图像 然后plt.plot 我要把这个数据给汇制上去 这个数据呢 首先是它的横座标是x 然后重座标是ySigmoid 就是我们第一个激活函数Sigmoid的输出 然后color是red 红色的行为点 然后label等于Sigmoid 它标签 然后plt.ylimit 我们可以给它定一个 就是y轴它的取值的一个区间 就是给它定一个极限 就是最小呢 是0.2 最大呢 能够到1.2 就是y的取值 这个区间不能超过这两个数字 然后plt.legend Legend就是为了显示这个label 这个label 然后Legend呢 它我们可以给它放一个 它的localization呢 就是它的一个位置呢 可以给它一个best的一个参数 就说明它的位置呢 是放在最适合的一个位置 就它会自动去放在最适合的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偷懒一点 就是把把这四行呢 我去复制一下 OK 然后我复制好了之后呢 把它分开啊 这样然后稍微修改一些参数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重复写一些内容 首先呢 这里第二个图像呢 它的当然是r 然后第二个图像的那个y的值 y轴的值呢 是relude的那个 然后呢 它的label也是relude 然后呢 然后呢 它那个relude的那个 它的一个y轴的一个取值范围呢 是-1到6 然后 这边第三个图像 第三个图像 我们是10H 然后它的label是10H 然后它的取值范围呢 然后它的取值是-1.3到1.3 然后它第四个图像 Soft plus Soft plus 然后它的取值是-1到6 当然这些取值你也可以自己定啊 就是让它能够图像显示的比较完美一点 然后我来绘制一下 显示图像 显示图像就比较简单 当然就是plt.show 对吧 OK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写完了我们程序 我们去测试一下 我们再看看我们用python.activation function 有可能会有错误 给它减没有错误 OK 所以你还可以把它这个图像拉大的 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它第一个图像就是它的sigma的这个激化函数的一个曲线 然后第二个就是relude的一个曲线 你可以看到它是这样一个比较上升比较陡峭的一个激化函数 然后tenedge它是这样一个曲线 soft plus它是一个有点类似relude 但是比relude更加平滑一些 这样一个曲线 好了 我们这样已经体验过我们的activation function 那么我们在实际的tensflow的代码编程当中 我们可以去使用我们的activation function 而且我们也知道它的一个函数的一个构成的一个原理是怎么样的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